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主题之前 我们家企划拜托我要做一个事情叫做 我们21岁 我其实一直想请我们家企划来上节目 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 但是呢 他身性害羞 他不愿意来 所以我只好今天继续替他来讲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就是我们酒吧新闻台的生日 酒吧新闻台想不到已经21年了 各位 那这个因为21年台庆要到了 所以呢 电台有准备一些小礼物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庆生 那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到脸书 各位脸书其实不难齁 就是 各位应该都有一个脸书的帐号 呃 到脸书news98官方的粉丝团 会看到一个活动贴文 那么大家就可以留言写下来 你使用哪个平台收听 或者收看 因为我们有的会直播嘛 酒吧新闻台的节目 到底是收音机 收音机 现在谁在用收音机呢 或者是官方的APP 或者是YouTube看直播或重播 或者是最近爆红的Podcast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们老人家对这个事情就是流行资讯 接收比较落后 Podcast好像也是一个 就是就是一收听的工具 好的 那么听众朋友可以在上面留言 这答案就很简单就是 没有什么猜谜啦 就是关心一下我们电台的情况 就是说你平常是 什么方式来收听电台的 那电台准备的礼物 有20份喔 所以如果少于20人 就是每个人都有奖 如果200个就是1分之1 2000个 2000我看机会不大啦 2000个留言的话 那就是1分之1 的中奖几率 呃 电台会提供 天人名茶所提供的春枝茶礼盒 就喝茶 好的 那么希望 各位听众朋友可以 告诉电台 我们现在什么样的收听 呃 方式是比较流行的 那当然也是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一起祝电台生日快乐 好 温新闻讲完 我们先来讲可怕的事情喔 那么第一件可怕的事情就是 新闻喔 呃就是最近有一则 之前刚呃之前发生 前几年发生 但小女孩找回来了 那一则所谓的 呃我们家有未成年少女 比如说12岁 然后跟着网友跑走了 那当然后来有找回来了 这一则新闻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刑法上的 妨害家庭罪 这个妨害家庭罪有很多种类型 我们之前讲过嘛 那前一阵最热门的就是 妨害家庭罪里面的 通奸罪废除了 但妨害家庭罪里面 还有很多很多的项目 比如说 我们待会提到的 略幼跟合幼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那这是第一种 这个新闻呢 当然最后还是 暂时是喜剧收场 暂时 后面其实很多问题 比较让你遗憾的是 今天有一个新闻出现 这个新闻就是 有一个媳妇呢 因为在 可能啦 根据媳妇自己的说法是 她跟婆婆相处的不好 她认为呢 她在家里面 只要说错一句话 做做一件事 就会被霸凌 会被全家霸凌 所以呢 她在前一阵子 就是 发了一个 前几天发了一个脸书的告别信 那她可能就走了 那这样的一个新闻呢 其实在这两天 引起了非常多网友的回想 那这当中当然探讨到的是 一些 除了说 这个婆媳之间关系出了什么问题之外 主要还是涉及到 这个 媳妇 往生之后 娘家人跟婆家人之间的一些纠葛 那这个纠葛是什么呢 根据一面之词 我们常讲 其实 很多时候媒体的东西不见得可信 有些写的东西也都是一面之词 所以我们只根据一面之词 不过这不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要评论 这个人家私人的事情 我们主要讲的是 从这个新闻 能得到什么样的法律概念 那么根据这个一面之词里面 他提到的是说 比如说 这个女生死了以后 家人要去主导伤事的权利在哪里 还有就是说 到底这个遗产 比如说他里面提到说 要去拿这个手机啊 他们要他写借条 才准他拿走 那这样的一个 我们就外人来看 是相当的无情的这样的做法 到法律上怎么说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第一个遗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说 人死了啊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立法院真正要处理的问题 不要每天吵架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老年化社会 要面临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走了 我们的遗体要怎么办呢 什么叫遗体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想要用什么方式去办我们的商礼 我们希望火葬 希望土葬 希望怎么葬 那这个权利归谁啊 这个在过去的法律里面 我们不喜欢碰死这个字 所以我们在民法上找不到任何的规范 那待会我会来跟各位分析这个棘手的问题 好那我们先回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 人走了以后 这个部分到底怎么去处理 是不是说今天 呃 女儿结婚了 有人讲嫁出去了 用嫁出去比较无情一点啊 我们讲结婚啊 我们的女儿如果跟人家结婚了 那是不是呢 这个财产 如果他走了 这个财产就归夫家所有呢 其实这个问题 回归到最基本的继承 就可以去处理问题了 呃 最基本的继承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 这个部分要看 这对夫妻他们有没有生小孩 如果有 就是直系写亲悲亲属 跟所谓的配偶 来共同 我们来分这个遗产 那一人一份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很简单了嘛 什么很简单 今天如果 呃 这个女生她真的走了 走了之后 她有留手机 手机是什么 手机是遗产嘛 那遗产的话 娘家可不可以去接触 这取决于什么问题 取决于今天这个女儿 她到底有没有跟这位先生 生下来孩子 如果有孩子的法定代理人是先生 因为夫妻嘛 有一个先走 侵权行使就由另外一个人来行使 原则上是这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等于说这个妈妈的财产 被女儿儿子跟先生继承 那娘家这边当然没有权利啊 也就是说 如果就这样的一个法律冷冰冰的观点来看 女儿留下来的任何东西包含衣物 包含手机 包含钱 通通都是由先生跟未成年子女 而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代也就是先生 所以当然是夫家在处理啊 娘家能不能讲话 娘家原则上没有继承权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那这个部分我只能讲说 那就是 大家要不要继续做倾家嘛 那当然看这个样子很难啊 所以呢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 如果 这个女生跟她的先生没有任何小孩 当然本案例当中是有啦 我们讲客观啊 我就说了 他们当中的是非要因我们不懂 也不要去随便去讲家怎么样 就是讲说 有没有小孩这种客观的事实哦 如果她有 就是这两个人有 那当然就是由小孩跟先生来分 如果没有的话 娘家这时候才有权利介入 那我遇过好几件类似的案件就是 就是女婿跟岳父岳母来分配 所谓的女儿的财产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有点悲伤啦 有点悲伤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往生的人 他真的还留有一些东西的话 那未来可能争议性就相当大 这个所谓争议性相当大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变成 他们两边 就是为了所谓的不动产动产会吵 那这个分配的方式原则上来说就是 配偶一半 那这个女儿的爸妈一半 就是爸爸拿四分之一 妈妈拿四分之一 这个配偶拿二分之一 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 如果发生了当然 那这个手机就变成公同共有 公同共有的话要写借条要干嘛 其实可能这都不是相当适当 你回归到民法说 其实每个继承人都有使用管理的权利 那这个部分还要写借条就怪了 所以怎么避免这个方法呢 其实一般我们都会建议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可能跟夫家或跟婆家处得不好 那这个时候 婆家夫家都一样 跟娘家应该怎样 跟娘家或跟婆家处得不好 那这时候 我们有刚刚这个继承上面的困扰 我以前就讲过了 要遗嘱很重要 遗嘱要懂得写 遗嘱不一定要找律师 我已经讲过了 遗嘱有一种最合法的方式叫 致疏遗嘱 连见证人都不必 我们就自己晚上 检讨一下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 写一下说 我这辈子 现在目前为止留有什么什么 跟什么 那我希望我的什么东西给谁 那这个时候呢 法律上他 会把他挤压成特留份 就我上次讲的嘛 如果今天 这个他的财产 在遗嘱上面写说 我人走了以后 我全部都给 我以前的爸爸妈妈 或我的兄弟姐妹 甚至你要写给好朋友都可以 然后遗嘱执行人 要记得写 说谁来执行我这个遗嘱 比如说是 爸爸或妈妈 那这时候呢 遗嘱执行人 就具备有法定上的效力 他可以来执行这段遗嘱 那同时呢 只要保留特留份给附加 这时候 他的配偶的 这个依法可以分配 只剩下四分之一 本来是二分之一嘛 那特留份一半 就是四分之一 这时候就变成说 先生这边 就只能拿四分之一 那其他的四分之三 就还是回归到 娘家所有 但这是有遗嘱的情况 所以写遗嘱很重要 这个是再三提醒听众朋友的 当然啦 我其实讲了一句话 我说 跟各位讲啊 如果 就是往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要做到这么大的事情 要有勇气 今天回到酒吧新闻台的旅修远时间 我是旅修远 那么刚刚我讲到一半突然被咔掉 这实在 实在是电台的德政啊 好我们怎么这样讲 电台现在的规定就是 反正时间一到就会咔掉 就是15分整就会把我咔掉 我刚忘记了 其实是我不对 但是 但是 但是算了 我们继续讲 总之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 就继承这一块 写遗嘱是最好的 那可以杜绝掉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下一个问题了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到底我们人哪 一旦往生之后 我们的后世到底谁要 谁操办的呢 这个部分 法律很遗憾的没有规定 很奇怪 我们这个华人哪 就是很讨厌一件事情 叫做什么呢 叫做去谈生死之事 就是我们这个生跟死啊 生可以谈 但死最好不要谈 因为尤其是你看今天农历七月中才刚过 谈这种东西做什么呢 是不是 但这个死亡是每个人都会历经的阶段 那么 我们要看的事情是什么 是当我们步入老年化社会之后 尤其我们现代社会已经不像以前一样说 我们可能自我意识比较弱 团体意识比较强 现在是自我意识变强了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决定 我要怎么办伤理 当然啦这个事情是这样啦 后代子孙不帮我们办 我们也拿他没办法啦 不信鬼神之说者就会认为 反正就是这样嘛 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去决定 我们自己的身后事要怎么办呢 目前在民法是没有规定的 兵葬管理条例里面 有淡淡的说了一段话就是 他原则上要尊重往生者的意愿 那你说不尊重会怎么办 没有罚则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最困扰的地方 也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喔 可能有听众朋友想说 那我们就在遗嘱上面写清楚 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这个呢在 这个我们讲说所谓的未来 如果我们在遗嘱上也有写 遗嘱执行人才会有用 如果没有写 即便我们表达这个意愿 未来亲属会议或我们的子女 如果不按照我们的意思办 其实这还是很麻烦 最典型就是李前总统 李前总统他讲说 他如果过世之后他要火化 然后把他撒在玉山 各位 他这样的主张 最后面有没有被推翻 有啊被推翻啊 最后是五指三军人公墓 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写遗嘱执行人 也就是说这个遗嘱是交给什么 交给我们的继承人来做 那继承人倘若不办 我们还是没办法 可是如果我们交给一个遗嘱执行人来做 这个遗嘱执行人未来当亲属会议 或者继承人他们认为说 我不想遵照这个丧礼的仪式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遗嘱执行人 来肃清法院来处理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那好 如果什么都没讲了 什么都没讲 坦白讲身后事就只能交给 呃 就是这我们其他人去处理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 那所以这一点呢 还是回归到我刚讲 因为我们目前现行民法上 假设我们什么都没交代 遗体 大体这样东西 我们在实物见解上都认定 这个叫做 具有胜于人格权的物 具有胜于人格权的物 意思就是还是物 物归什么 就是列为遗产 遗产就是归为继承人的 这个继承的标的之一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最后还是由继承人来摆布 唯一的解套方法 说真的就是只有 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立遗嘱 找遗嘱执行人 帮我们在法律上 至少保障我们最后一口气 该怎么走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法律上的一些讨论 那当然 至于说其他的部分 我们讲说他们 他们家到底内部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 那我觉得 反正家家有的难念的经文 我们也不好说 那只能祝福就是 呃 离苦得乐 然后这一家 以后平平安安 只能这样讲 但是 很多问题 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好 那我们回到 前面讲的第二个遗憾的事情 就是 但是结局是好的 就是 未成年少女离家出走 我常讲 当我们的小朋友 决定离家出走 他绝对不是在离家出走的时候 再来找原因 他也不会是单一事件 这个事情一定是累积已久的问题 也就是说 当我们去责怪 所谓的 呃 未成年子女的这一个刹那间 其实在过去就已经累积了不少问题 可是这个部分 他是家庭相处的问题 原则上他还不是法律问题 所以我们把它拉回来法律问题来看的时候就是 如果未成年子女跟网友一起消失了 在法律上我们要怎么认定 这个呢 其实我们把它认为所谓的 法律上有所谓掠幼 跟和幼 这两个说法 那所谓的和幼就是 他不是以暴力的方式去做 或者欺瞒的方式去做 那什么叫不是暴力跟欺瞒呢 比方说 我们的小孩就自愿跟人家走 人家没有诱惑我们哦 是我们自己的小孩想要离家出走 然后找一个朋友家去投诉 那这时候会不会构成所谓的掠幼罪 但不会 那和幼呢 我们刚讲和幼是和平的手段 他去收留他就不对这样 这个其实我们法律上 呃就是实物见解上的认定是 必须要这个收容人有诱导的 或者诱拐的动作 如果他是被动接受 什么叫被动接受呢 比如说这个17岁的儿子 他就自动跑去了他的朋友家 那朋友的爸妈就 没办法嘛 就收留他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能不能说这个儿子的朋友爸妈 有略幼罪或和幼罪 这个当然就不容易成立 尤其是在这个被告 他没有诱导的动作 那这个就很难 可是这个问题 我们回过来讲说 那我要怎么证明 对方有诱拐的动作 这可能还是要从 呃简讯 或是从所谓的 呃一些客观的资料去判断 他可能不 不会从所谓的 他去我们的儿子去住人家家里 对方就一定设犯和幼罪 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的实物见解上是不采的 那当然这关键点就来了 有一种可能是这样 检察官可能会问 问这个小朋友说 请问啊 你去他家 你有没有 人家有没有叫你去住 比如说小朋友说我心情很不好 然后对方就说 来啊你来我家啊 我家的状况不错啊 可以让你住还有一个房间 这样就会有和幼 可是如果对方没讲 对方是百般推托说 哎呦你不要来啦 你还要待在家里 然后那个呢 我不管我就是要走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强行去住人家家 人家迫不得已收留 那个会不会构成和幼罪呢 在实物上 目前的判断是比较倾向负面的 觉得这个不会构成 好 另外一种情况 就我们常见的 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其实我们 呃这礼拜发生的这件事情 就是对方 他疑似哦 用所谓的找工作 或是说 能够帮这个女生赚钱 让他赶快赚钱 的方式 来让这个女孩子离开家里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讲说 如果以暴力 或者诈欺的手段 比如说 就跟对方讲说 哎你可以当模特儿 我帮你送到韩国去受训 等等这样的说法 让未成年子女跟他们走 这个部分事实上就患有略幼罪 略幼比和幼要严重哦 略幼罪基本上 当然还是不能医科罚金 可是和幼罪更惨 略幼罪原则上来讲更惨 和幼罪不能医科罚金 是因为他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部分呢 还有义服劳役的可能性 可是如果是略幼罪的话 基本上来说 他随便判都是不能医科罚金的 那为什么会那么重 就是当我们把 人家的未成年子女 用欺诈的手段 把他带出来 往往伴随的就是一些 非法的事情发生 比如说可能会利用他去做一些 不法的这些事情 有的是去贩毒 有的是去做卖淫 那这种哦 这种事件在过去来讲 大概我们所知道的情况 一年大概有三百多个 三百多个哦 这个各位朋友 这一点都不夸张 一年三百多个青少年 就这样消失了 被带走 我不知道去哪里 那么 以这样的情况来说 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就是说 就这个我们讲说 呃 用骗的 还是说所谓用爱情的方式 比如说 现在青少年 很流行网上谈恋爱 然后网路上的这个老公 就跟他说 你要不要离开家来找我 然后人家就走了 那这种情况事实上 它也是属于 有可能是略幼罪的一种 好那我们面对这个要怎么办 其实我跟听众朋友讲哦 我们如果说今天有了孩子 最重要的不是物质生活 最主要还是陪伴 当孩子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事实上他对家里面表现出来的就是 他不要这个家了 那不要这个家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可能会去检讨说 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可是如果我们反向思考 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也曾经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问题 我们要用什么来化解 当时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 我们最希望爸妈对我们做什么 恐怕不会是责骂 恐怕不会是指责 我们可能要的是理解 那这一部分 我们家长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尽量去理解小孩 大雨治水这一段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疏导永远要比围堵要好 如果我们只是禁止说 你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几点以前要回家 然后查他手机 我跟各位讲啊 以我接触的青少年来说 就是要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阻止不了的 而且这个越阻止他逃越远而已 所以建议听后朋友说 这个部分 这不是法律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要了解法律 但是不要期待法律做制裁 法律做制裁往往都是最后的手段 不会是好事 OK 好时间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 我们开始接听call in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有任何法律问题 我们都欢迎待会一起来讨论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每周晚上8点播出的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我们现在继续来接听听后朋友的call in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邀请第一位 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李律师晚安 你好你好 我想请教你法律问题 好好好 我姐姐跟姐夫已经去世了 然后她有三个小孩 是 然后当初在世的时候 房子是自己盖的 不是建商买的 就自己买土地自己盖的 然后就用老三 她有三个儿子 就用老三的名誉去盖 然后那个 那个当初三个儿子也都知道 而且也都和平相处 都很很麻吉了 感情很好 然后最近我我姐姐是两个月前去世了 然后老三的老婆就说 这个房子是老三 就是老妖嘛 就是老三的名字盖的 所以她想独占 然后她就要把老大老二全部赶出去 那原则上这个房子是 借老三的名字去申请建造啊 什么去盖的 盖好了没有 盖好了 已经住好几年了 所有权壮也都有了嘛 都有了 好那请问一下 你去哪里证明这个事情是 老大老二也有权利 只是借名登记 没有这个是 长辈在的时候 长辈不在啦 对 是在之前讲好 讲好跟兄弟讲好的 就用老三的名字 问题现在没有证据啊 人走查量 请问一下你证据在哪里 对不对 我们不动产是以登记为要件嘛 没错 那现在登记成老三 你要想喔 如果老三到了法院去 他会怎么讲 他会说 我跟你讲 你也不用怪老三的老婆啦 一定是老三同意啦 有的会怪说 他都是娶了这个女人 才会变成这么贪心 先不要这样想 老三没有同意 他老婆也没办法啦 老三 在 起造人是他 盖好以后 我们现在换所有权状了 请问为什么当时老大跟老二 他们不要登记 只要登记老三 原因在哪里 就是 父母就认为 三兄弟都很麻烦嘛 然后因为 那为什么不老大 因为老大有在外面跟人家合作生意 生意做得很大 怕说万一生意失败了 所以就没有用老大 为什么不用老二 老二因为是国中老师 很好啊 那国中老师就想说 国中老师有一些福利啊 什么什么的啊 可能会申请不到 对啊 所以就用老三的啊 不好意思你这样说不通 大家都没有意见就OK啊 你这样讲不通啦 不会通的啦 今天老三一定会说 他就会讲我刚刚那一套 他会说 今天你要先证明 所谓的借名登记 这个钱谁出的 起造的钱谁出的 父母还有老二出很多 对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变成老三他就会讲说 根本没有这个约定 是老二要把钱送我 然后父母说这个房子就给我 老三一定会这样讲 没有老三现在没意见 老三也知道 这个是三兄弟的 等一下 老三没意见 那你觉得啦 是老婆 老婆就跟老三说 你一定要开口 好像老婆有去请教律师 那老三怎么说 这是婚前的财产 等一下老三怎么说啦 老三不敢说 也不敢敢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父母当初讲的就是三兄弟的啊 所以老三都不开口啊 老三的太太就说 是你的名义 我依法 我要替你独占就对了 他老婆凭什么帮他独占 名字又不是他老婆的 对 他现在就是要把他们两个赶走 赶走了以后要卖掉 好 那我就跟你讲 只要老三坚持就没事了 可是老三坚持齁 老婆就说 你那么懦弱 我要逼你抢回来 不用谢谢 然后他说你如果不敢 我要跟他离婚欸 好离婚谢谢 反正你也分不到 那是婚前财产 对啊 婚前财产啊 那关他什么事 那离婚好啊 谢谢啊 我想离婚想很久啦 我们现在是主张婚前财产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 重点都在老三身上啦 如果今天老三真的觉得说 我老婆说的就不算数 那就好了嘛 那他老婆去威胁她说 我跟你讲 我跟你离婚 要是我我就想说 好离离啊 奇怪我们家家务事官 你什么事啊 对 老三要有勇气嘛 老三现在都不讲 不讲 老三现在都敢搁搁搁搁搁搁 这位大姐 那我就不排除一件事 老三只是拿他老婆当挡箭牌 哦 对不对 都没说的啊 都我老婆啊 然后让他老婆做坏人 对不对 好 想一下啦 好不好 没有啊 现在老三知道 老三良心 开不出口 好 所以老三 而且老三很老实 老三在北路局上班 他很老实 好啦好啦 很老实很好啦 我们要测试这个老实人 最好的方法就是 他们给我去办过户 两个人持份 老大老二各持份三分之一 老三愿意 那我就承认他是老实人 对不对 最简单的嘛 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依那个借名登记 把他推翻 不用不用不用 老三跟他们去登记就好了 老三跟两个 跟老大老二自己去登记就好了 这样子 赶快去地震登记 这样子 我就觉得老三不会 那你试试看 去登记的名 要跟他怎么说 跟他怎么说 就是之前这是父母借名登记的 我们现在要登记一人一份 OKOK 下次告诉我结果哈 好辛苦了 拜拜 好拜拜 来 这个故事有很多可以讲的 不过我们先下一通 陈小姐 陈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请问一下 现在有关于性骚扰的法律 如果是学生之间 他适用的法律是什么 如果是在校外 一样啊 校外跟校内有分啊 一样是性骚扰防治法啊 只是说 这个一样会有性评会的问题啦 如果是学生身份 一样就是会有学校的性评会啊 会开啊 那如果不同校呢 不同校一样会开性评会啊 一样都是 他是用那个校园的那个性别教育评论法啊 是的是的 他一样会开性评会 就是针对行政 都是用这个法律 不是不是 那是内部的行政 关于所谓的性骚扰的调查 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有没有 那事实上是以地检署的这个调查为准 可是就学校这一块 他还是会做行政调查 行政调查就是 决定要不要对这个学生惩处 他就没有性骚扰防治法那一块了是不是 不是 他主要要调查是有没有这个事实 如果有要不要记过 或者要不要这个开除退学 留校查看等等 这些所谓的行政上面的一些处置 那性骚扰防治法是刑法 这部分如果 不管这孩子是青少年 还是他已经满18岁有责任能力 这部分少年法院或者检察官都会依法处理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个就不是行政 这部分就是刑法 刑法就是要起诉啊 或者申请检疫判决啊这一类型的 所以学生有可能就是先处理学校的行政部分 对怎么走还不知道 怎么走还不知道 但是我所谓怎么走不知道 就是说谁先走完不知道 那要看学校的程序快 还是地检署的程序快 这个程序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我没有办法回答 所以那个不是说只有学校内部处理完就没事了 还有 不会不会 那个还有如果对方去告 因为这是告诉乃论的罪 所以他还是 就是说受害者还是可以到警察局去告吗 是的可以的 那那个就是用薪烧那种防治法 是的 这样 好谢谢哦 好辛苦了 拜拜 好那下一位 下一位 应该是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哎呦 喂张先生 断掉了 断掉了 好断掉了没关系 还有三分钟 两分半钟 喂 哎张先生回来了 张先生你好 是是是 是这样子 呃 请教李律师 我有一个那个租赁的纠纷 请说 有一个租赁的纠纷 那上个礼拜呢 简易亭刚刚判决了 那判决的主要就是说 第一对方要百分之百返还 立即返还这个屋子给我 是 那第二个是自治民国 这今年哦 圈年圈月圈日到 搬离之前 所有没有呃 租金的部分全部要加利息 是 是 第三呢 我可以强制执行 是 他可以上诉 是 那我要假执行假执行 你可以假执行 好 那我想请问的问题是 第一 我要 呃 要执行这个假执行的程序 要公担保 你就拿这个判决 去公担保 到 当地法院的民事执行处 申请假执行 那 他上面会有说 你啊 可以 以多少钱当做担保 到法院去申请假执行 这样 ok 那但是这上面并没有写金额 所以我要自己再跟他谈金额吗 因为上面只是写说 他呃 几月几号到 他搬离之前 每个月的租金去计算 呃 不是哦 你的判决里面 判决的主文里面 应该有一个就是 原告以多少钱 哦 为担保就可以申请假执行 上面应该有 哦 ok 判决主文的其中一项 就是假执行那一项 你回去看一下 ok 那呃 如果 因为他有可能会上诉 应该是会了 那如果我在 我马上就是 去申请这个假执行的话 如果他以后上诉 假设这个判决的内容 更改了 有什么影响吗 有什么影响 就是他如果有损害 可以从你假执行 担保金里面 要求你要赔他 哦 ok 就这样而已 ok 可能也许 假设等他 确定他不上诉 我再去做也许会比较 你这做就不用做假执行 就做强制执行 就真的啦 谁还做假的 你如果他不上诉 我就直接讲 强制执行 是的 程序也是一样 程序一样 对 ok 但是不用供担保 你到时候就是缴千分之八的执行费 哦 ok 那我就可以做后续的 比如说 压他的财产 或是哪一类的 就是拍卖他的财产 ok ok 是 第二个问题 如果对方真的要耍赖了 但是我觉得你等一下会被挂掉 因为剩八秒钟你等我一下 待会我们再谈 你等我一下 線上等我一下 好待会见 欢迎回到九八秀文台旅秋元时间 我是旅秋元 刚刚不好意思 因为强制广告又断了 我们现在请张仙回线 来来来来 张仙继续 第二个问题 没关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对方 只意耍赖 我呢 就算了啦 那我可不可以做 债权转移呢 可以啊 债权转让啊 你就看卖给谁嘛 让谁去 卖的是 当然卖啊 你不要 我跟你讲哦 这个事情我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过 你卖了就不关你的事了 你如果是用请人家去收 那个人家要是做了什么事情 你会一并会 可能啊 可能啊 检察官会找你去哦 他会说你是不是有 叫唆人家去恐吓啊 或是有暴力讨债等等行为 我不建议啦 OK 所以这就是所谓 我们资产管理公司 一般房间在讲 我不知道 你找谁都好啦 不要找非法的就好 了解了解 所以是可以合法的做 你可以做债权移转啊 没有问题啊 民法上有规定 OK 好 谢谢李律师 好 辛苦了 拜拜 好的 那我们邀请下一位 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喂 律师你好 是 我请一下哦 他那个 譬如我如果跟访客是公证出约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譬如说租了五个月了 嗯 他押金也扣掉了 然后又欠两个月租金 那这时候那个好像 他合约只打一年 你早就可以通知他解约啦 所以这时候只能先 不能 也还是不能用强制纸 你要先通知他解约 对啊 你要先通知 什么啊 你有公证 那你公证上怎么写 公证书上怎么写 公证书上怎么写 公证书上 我有点忘记 什么忘记 你现在公证书 没有在旁边 没有 我上次去 他是说时间还没到 不能强制 不不不不不不 有一种情况是 如 如 被告 不是 如这个 这个 就房客啊 一期 或两期 未能给付租金 嗯 则 出租人 得 申请强制执行 你看你要写这一类型的东西啊 主要要写这一条 我不知道 你要看看你上面写什么 上次是去 好像是说没有 没有就没有了 没有你还是要告 要写就是 要写 因为强制执行 愿两兆约定禁售强制 强制的事项 是要写在公证书里面 对 然后 我再想一下 那个 那 那个解约条件也可以写啊 比如说 违反了一些规定 解约就不必特别写啊 主要 要他搬出去 这个比较严重啊 搬出去 我跟你讲喔 这种租约的强制执行啊 最重要的是要写什么 是要写说 在 什么情况下 你就可以所谓的解除契约 那并且 约定好 可以禁制做强制执行 那 强制就是要搬走啊 对吧 嗯 我懂意思 这比较重要啦 嗯 你搬走你才可以租给别人嘛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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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也可以 直接愿意禁售强制执行事项 要写在里面就是 对对对对 了解 好 好辛苦了 好 来我们同样邀请下一位陈先生 陈先生 诶 律师好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可以吗 诶 诶 我两个朋友的借贷问题 嗯 嗯 那第一个朋友呢 他是跟我借了100万 是 那他开了公司的本票 诶 好 那现在 他时间到了要跟他要钱 他说没钱 哦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 这个 本票的部分呢 我是要到法院去申请执行呢 还是 申请本票裁定 裁定 这也就是到法院申请 是的 那如果说 因为他是开公司的本票 如果公司他 他告诉我倒闭了 诶 那这个钱还要的 乖 诶 你还是可以根据借款关系 像你的那个朋友 主张 就是朋友也要负责 就是债务人是朋友 那 这个钱呢 要看他是进公司账户 齁 对 就是公司借 只会到公司 对嘛 那到底是公司借的 还是你这个朋友借的呢 你朋友借 指定你会到公司去 那你又有公司票 那基本上 当然你可以对公司嘛 可是 你这个朋友 有没有跟你借 他是代表公司跟你借 还是他跟你借 这就有差咯 对吧 那你要怎么证明 那你要怎么证明 他是他个人跟你借 不是公司跟你借 嗯 当时只是 电话联络 然后 然后我就直接会请给他 是啊 如果你们双方没有书面契约 你未来要诉讼 你要找个人的时候 会延伸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朋友可能跟你讲说 没问题啊 这当时是公司跟你借 我是代理公司来跟你借的 代理 了解 那不是我跟你借的 他可能会这样主张 是 因为如果支票 或本票没有他背书的话 特别是如此 哦 了解 对 所以如果公司倒闭的话 他 不承认可能就没有了 欸 反正他也没听我们节目嘛 所以你现在先去搜证啊 哦 了解 你先发个讯息给他嘛 问他说 上次你跟我借的那一百万 我有会到公司去了 请问你什么时候要还我 那看他怎么回答嘛 他就说 啊 公司调度不灵 不好意思 真的 嗯 再等等 所以你借的这一百万 没问题吧 你就故意写这样嘛 那起码他可以说 哦没问题 那就是他承认有这一百万啊 那这样子的内容就可以作为未来 这是一个证据之一 证据之一 好就是你要 你要你不要等告了说 他才说就是你借人家去问律师啊 律师一定会像我一样跟他讲说 欸你就说不是你借的 是公司借的 你是代理 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告他之前感情还没打坏先收证嘛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说这个朋友他是透过赖来跟我借钱 哦好 那但是他要求我汇给第三人 是 汇给他的朋友 是 那想请问律师就这样子的借贷 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处理 把这个钱要回来 嗯提告啊 用LINE的内容去做提告 LINE 跟汇款汇款单 是 就到法院去告告你那个朋友 OK 那我了解了 好 谢谢律师 好辛苦了 拜拜 拜拜 好的 今天本来还要谈一下刚刚第一个 第一个那个借名登记的我跟各位讲 借名登记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证明 当时到底为什么要做借名登记 所以如果各位有这种困扰的听众朋友 嗯 不要什么事都赖给借名登记 一定要在你跟这个所谓的 借名登记人之间有契约 或是说当时有理由来做借名登记 那而且能够举出具体的理由 或许未来在诉讼上主张会比较有利 否则像刚刚举的那个案例里面 老大跟老二 其实要主张借名登记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哦 不是说什么 因为什么原因 那这个原因都是自己知道啊 讲给自己开心的 法官不一定会认可啊 是吧 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当然也可以用一些 我们现在科技很充分嘛 就用line啊 用讯息啊 各方面去询问对方说 哎当时我们借名登记怎么样 如果对方的回答是 哦 对啊 没错啊 那当然这也是证据之一啦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 搜证的部分 法律讲证据嘛 法院上的证据要特别准备一下 这是比较好的 然后 我其实还蛮想听到 那位听众朋友 后来请他老三来过户 老三到底有没有同意 因为有的时候 真的不要line给太太 有时候不是太太主张 是他自己主张讲给太太听的 那这个当然 不见得是这个个案 但是我只是想说 不要把所有事情都说是 这位太太在做 这就是当中的做梗 这样对人有时候不是很公平啦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是旅秋远 我们下周见 拜拜